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据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讲到 以无所得故 现在就是要讲无所得 无所得就是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无自信 我们昨天讲到《新经》是从《魔后波罗伯罗密经》出来的 《魔后波罗伯罗密经》是初期大圣里面 为了要抉择 我们讲无我的圣生意 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 这个无所得 我们说过 无所得 无所得 因为前面是无自与无得 无自与无得 前面包括 五运 十二处 十八戒 缘起 四地 乃至无智无得 如果你看《波罗伯罗密经》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发给大家的那张表 它有一个对照 在《波罗经》里面其实讲的非常的多 就是他还讲到乃至于 如果这个还不算多 还有算字 比如说所有佛法里面的一些概念 四摄六度乃至佛的十八部共法 到最后是所谓的一切总之 就讲的非常的多 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的对照表 以无所得 故要前面 就是要看最前面第一章 那个 它这里 那么是讲到 是果无自与得 然后后面 色受 它对照也是这样 但是后面有些讲的非常的多 看到以无所得 故后面那边 那么有所谓的 你看 那么六度 四念处 十八部共法 一大堆 非常的多 那么这些有些东西都是法的概念 波罗经有些讲得更多 那 大概 这我们没有引出来 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对照那边 有些人甚至 讲到这个最后面 那么因为 有三世诸佛 所以有这一些 那么 这一些 那 全部都是法的概念 甚至 阿妞多罗三妙三不停 无所得 我们说过 无所得就是 一切法空 那其实就是 一直我们在说的 所谓的 无我 诸法无我的概念 那一切法空 重在是 一切法无自信 有时候讲的多啦 就一切法必尽空 或是一切法无自信空 反正就是类像这样 诸法必尽空 无我 无我所 这是波罗经最常在说的 那我们 前面 接着前面 接着昨天说的 这个 波罗经一直 在说明 这个所谓的空 那 其实回归来就是 阿含经的 一切法无我 其实就是这样 那这个法无我 就 连接到 底下连接到 所谓的 这个是波罗经一直在处理的东西 就是 人无我 跟法无我 人 跟法 那特别是这个法无我 那这个一切法无我的 这个法是指的 这是所有的 所有的一切的一些概念 那么 这一些都是没有自信的 那当然他也包含着 人无我跟法无我 其实是这样 我们在说 说这个 波罗经里面 在处理这个法空的概念 上次 就 昨天 我们稍微先引用 龙菩萨萨里面讲到阿彼坛 阿彼坛说的 那么 其实 不符合佛意 就讲 里面讲到的 这一些 佛法的观念 那么其实 并不符合 有佛说的道理 所以 才会有 波罗经 那我们 来看 再来看 他说 这个是波罗经的席相应品 席相应品 龙苏菩萨也是有解释 但是这个是波罗经里面的席相应品 他说 他说 是众生空 这个是龙苏菩萨解释的 卷35 那么他说 是众生空 就是 就是我空了 就是人我空 众生空 那么 那么 生文法中 多说 这我们就知道 生文法就是我空是认同的 因为佛法就是无我 所以 他从这个地方 来说明 所谓的无我 只是讲 人无我 其实是这样 是众生空 生文法中 那这个生文法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 他主要就是 解脱法 那么 他并不是 有些我们会把他误会 就认为 阿罗汉 因为我们现在的佛法有一些就把他混在一起 生文就等于阿罗汉 那么有一些人他会这样认为 生文等同阿罗汉 那 菩萨 那佛 就变成是这样 那阿罗汉 就变成 那生文法不悟 一边我们讲 生文法 生文 他原来是这样 我们先把这段文说好了 他说 生文法是众生国 生文法中 多说 一切佛地子皆知诸法中无我 我先把这段文写 等一下再来讲 一切佛地子 佛地子 皆知 意思就是 大家都认同 因为这是佛说法的核心 你不能改你改了就不是佛法 但是 佛说的无我 只是说人无我 这个佛没有说 那就变成 有但书了 但是这样说到底合不合乎佛法呢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一切佛地子皆知 都知道的 就是皆知诸法中无我 其实就是诸法无我 然后他说佛灭后五百年 为什么现在会讲佛灭后五百岁呢 那因为 《波允经》的流行就是在佛灭后五百年 你看《金刚经》 那就讲 以我灭后 后五百年中 有弟子 能文说世经信解者 文说世经 人生信心解者 那么世人不疑 一佛二佛三四佛 种善根 乃于无量千万佛手 种诸善根 那么 基本上这个就说明他是在 大概 佛灭后五百岁 开始有这一种 运动 这种运动其实也可以叫做连见佛 叫做运动 就是佛法是在连见的 他 那么佛法是 是 应该是说一切 法无自信的 就是要抉择佛法的圣神力 我们说显法菩萨的广道性 而且《波罗经》里面的菩萨一样 这个我们稍微要 说明一下 那么菩萨基本上 他基本上都是 我们说《波罗道方便道》 就二道无菩提 那么《波罗道》里面主要在 勿无生法人 勿无生法人 方便道里面主要在 成所众生 成所众生由庄严国土来 都众生 这个种在智力 他都是智力立他合起来的 但是种在智力 他不是只有智力 不是 菩萨就是以立他为主的 但是种在智力 就是在智力中立他 以智力为主 那么也立他 那么方便道种在立他 从立他中得智力 类似像这样 那么方便道种在立他 他主要在庄严国土 成所众生 就是杜众生 我们说的杜众生 那这个时刻要在断烦恼 智力中在断烦恼 断烦恼一定要有智慧 烦恼的根源是什么 烦恼的根源 是我执 我爱 我执 那我执我们基本上就叫做无名 然后我爱 无名跟贪爱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你有轮回是因为 你有无名跟贪爱 就是我执 我爱 那么一般我们讲 烦恼就两种 见烦恼爱烦恼 一样道理啦 你把他汇通起来 想要都会通一件事 那么 所以他重点在断烦恼 把这个烦恼 烦恼的根源是这个 那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 所以缘起也是这样 无名 然后之所以有这个身心 四名色六处 有身心所以他会感知这个世界 然后 有种种的反应 四名色六处 处受 然后这些反应 因为我执的原因不离开我爱 爱 取 就开始 爱再加伤就是执取 那么爱取 就有什么 有 就会形成未来生死的业 未来生死的业已经形成 他一定会受报 那么他就有什么 生老病死又被苦恼 缘起也是这样说的 你稍微规划一下 脑筋稍微动一下 因为我们常讲 应该很熟 无名 行 四名色六处处 这是一个一个段落 这是由无名 那么因为有这个身心 去感知这个世界 然后 当然 这样 生起的反应 以无名为首的通常就是 我爱 我见多一句会生我爱 那么这些爱 他没有办法或者缓解或消除的话 我爱产生的方式就会有贪 撑 那无名是痴 由于痴 神生起爱症贪嗔 所以 就是把根源结断就好了 根源是什么 无名 无名一结断 那么或是你知道方法 不要让贪爱跟震恨 一直增长 来告诉自己 不要常常生气 不要对着一切的境界生气 讲是知道了 我也知道生气对我身体不好 对不对 我也是生气是徒劳无功 我也知道生气怎样 但是我就是忍不住要生气 我就是受不了会生气 就是没那么容易 我也知道这个树一直少 一直掉一只 一树又有毒 把树砍掉就好了 树那么粗 我的手背那么细 怎么砍得掉 就没办法 就不会变成有这种问题 我们讲说那个 氏族的信心名 我以前很喜欢背这种东西 氏族的信心名 勇家大师的真道歌 我还记得我以前在辅远读书的时候 就辅远那个 从一同事走去辅远的那个斜坡 然后我都是 一边在那边走路 就是一边背这个 然后背到常读行 常读步 打者同流 涅槃路 茂谷神清 风至高 不是 就是 茂桥骨骨骨骨仁不顾 我现在忘记了 背着觉得自己境界就很高这样 走路就有风这样 背着觉得好像 我就是这样 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喜欢背这些祖师的这些东西 喜欢看那个祖师的传记 看一看就觉得 希望以后也像这样 然後背那個勇家詹師鄭道哥背背就覺得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他自己一個人做 背這些也有好處 但是後來久了沒背 有些東西會忘記 大到無難 但是有一些就是你很熟悉的就不會 因為你常常會覺得確實是這樣 大到無難 危險簡則 分別 這個很好背嗎 不太會忘記 危險簡則 淡漠愛證動難明白 你看這很簡單啊 確實是這樣 簡則 不是 我寫錯了 你看 就說會這樣 這個簡要寫這個簡 有時候我在上課的時候 寫到這個中國字 忽然就忘記了 可是越寫越不像 你不要想喔 你越想越不像喔 就很麻煩 危險簡則 淡漠愛證 愛證 不要對 淡漠就是不要對 愛證 就是稱 貪跟稱 其實尤其是這個稱 愛證 動難明白 就是你清楚 其實就是沒有貪稱吃 解脫就是斷貪稱吃而已 貪稱吃愛而已 很難斷耶 其實我們會有這種觀念 其實也不難啦 老實說 但是你要有耐心 要有決心 要有恆心 就是 那麼多人都斷了 為什麼 憑什麼我不能斷 真的啊 連周麗盤多姐都斷了 周麗盤多姐很愚痴嗎 很笨嗎 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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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覺摩朗 稱稱性那麼強 殺那麼多人都斷了 那麼我為什麼不能斷 我都沒有他煩惱那麼強 就在於什麼 就在於不斷不斷的 聞思修增長智慧 其實要有信心啊 那麼連解脫你都覺得難啊 那成佛你就不要想啊 對不對 就這種東西是這樣嘛 那你的菩提心在哪裡 你的菩提心發假的嘛 那真的要有菩提心就是 第一個 我真的可以成佛 這個一定要確信 不要懷疑 雖然不是現在 不是明天 不是下一生 但我決定可以成佛 這一點一定要確信 菩提心沒有 後面的就不要講了 那麼 菩提心甚至也是建立在出離心上面的 就是解脫啊 解脫心裡就出離心嘛 解脫就是出離心 他也是建立在出離心 就是建立在解脫的上面 比解脫高 其實是這樣的 那 我就發現 中國的佛教徒基本上沒有這種心 沒有這種心 那 總覺得 自己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不知道 那 知道有煩惱 但斷不了 知道要度眾生 但受不了 受不了這些人 知道要學習佛法 怎麼學都學不會 那 似紅事願嘛 眾生無邊事願度 我也想度 但是太氣人了 不想管這些 不想管那麼多 不想給自己找麻煩 煩惱無盡事願斷 我也想斷 但根深底固 將善易改 本性難以 算了 算了 就這樣 那 法人無上試願學 我也很努力學 學一學學一學 越學越不會 算了算了 我還是 我還是 能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那 佛到無上試願前就不用講了 就不用講了 這個是我見過 多數人都這樣 不要說在家人是這樣 出家人也這樣 所以所有的人都怎麼樣 還好還有最後一個希望 我念佛求往生 所以就變成這樣 那念佛求往生 本來還要發菩提心的 本來是發菩提心的 發菩提心 修諸功德 一向專念 回向發願 後來沒有 後來的念佛就變成 只記著 只記著 一心不亂一向專念 阿彌陀佛有十八願 那麼只要聚足十念 那麼我就可以往生 那後來就 甚至 依管武量受精的 甚至我五逆十惡 我 沒關係 我只要 最後靈命中 記得 這個十念 念念八十一節真心中罪 我就可以往生到阿彌陀佛那裡 極樂世界 我就可以成佛了 因為這樣 所以就 我也不用學那麼多 我也不用斷了煩惱 我也不用學那麼多佛法 我也不用去利益眾生 我只要好好記得阿彌陀佛就好了 那麼 記得往生的時候 都蓋幾件往生背 就比較容易往生 佛法因為這樣就衰敗 佛法為什麼會變成末法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沒有菩提心 這其實很重要 那麼 這個一個觀點 就是長期以來我們都 總是覺得自己不行 自己不好 自己沒辦法 這個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這個觀念一定要改 其實佛陀在阿含經裡面 這個還沒寫完 把它寫完 寫一半就聽 想到講什麼就要跟大家講 動然明白 那麼其實佛陀在阿含經裡面 那麼不斷跟我們講 那麼 你能夠做人 學習佛法 這個是非常殊勝的 那麼 別人 就是這個是 這個是在 在很多的眾生裡面 那麼 不容易這樣子的 其實 其實無量作性也有講 它就是九個難嘛 難中之難 無過此難 它裡面其實也是這樣 其實差不多一樣 其實就是 你能夠得人生 那得人生能夠學習佛法 學習佛法能夠學習大聖佛法 學習大聖佛法 又知道要莊園國土 成熟眾生 就是叫淨土法門 那麼這個是難中之難 無有此難 就是 你學習佛法 你又 你又知道 學習大聖佛法 發佛提心 這個是非常難的 不一定你聽聞得到 那人生難得 這個在阿含經裡面常常見 那甚至我們知道佛陀有一天 那麼 抓起這個 這個 這個 地上的這個土 因為他都坐在樹下 說法嘛 然後坐在樹下說法的時候 把地上的土 刷了一些上來 指甲上有一些土 手上有一些土 然後他就告訴 他就告訴這個 這個 這些地址 在他出下地址的時候 你們說說看 你們說說看 我手裡的土比較多 還是 其他地上的土比較多 再笨的人也知道地上的土比較多 對不對 頭地子 當然 都說 世尊 手上的土很少很少很少 地上的土很多很多很多 那麼佛陀就說 是的 我告訴你們 眾生 這個裡面 不知道在雜喊 第幾經 還是在哪一本經 我忘了 我讀過的時候會忘記 我沒有把它記起來 他說 你知道嗎 眾生 有形可見的 就是比如說 貓啦 狗啦 大象啦 不管大隻小隻的啦 有形可見的 像大地土那麼多 像手上的土 這樣 這樣多 無形可見的 微細 非常小 像細菌啊 病毒 病毒到底是不是生命 還不知道 但是細菌肯定是生命 那一些非常小 小到你眼睛看不見 比如說塵蟎 塵蟎我眼睛看不見 但是也很多 非常小 或是在土裡面 那些微生物 非常小的 不可見的 數量 像大地的土那麼多 那你仔細想是不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那個也都是活的 活菌 像我們腸道裡面 就有很多細菌 有好的有不好 但是非常的多 那個都不是幾萬幾萬算的 都是幾億幾億算的 你看一瓶幽肉爐裡面 有幾億個活菌 那就是你看不見的 你單單這個瓶子裡面 假設是充滿著細菌的話 那麼就等同 差不多就等同這個世界 看得見的眾生的量 你看那麼多 那你仔細想確實是這樣 佛陀這個比喻是實話實說 但是因為超過我們的認知 所以不太知道 但是他後面會講到 就是說你看得見的眾生 其實就像手上這麼多 那看不見的眾生 鬼道第一道那個還不用講 單單那個微細 是欲界 是細菌這一類的 數量就超過你看得到的 這一些眾生 有形的眾生 就好像人在眾生裡面 那麼是非常小 這個佛陀後面也有講 我們先講這個 他說 好 那看不到的就像大地圖 那麼那麼多 他又講 那麼其他的眾生 從眾生有六道 從六道來做人的 就像我手上的土 這麼多 沒有做人的 從六道裡面 還在六道裡面 沒有做人的 就像大地的土 那麼多 你要知道 如果我們都是土 我們是佛陀手上那些土 你以為那麼容易喔 真的啊 這是佛陀說 如果我們是土 當然佛陀的土裡面 還有分啊 那麼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是佛陀手上那些土 海八瓜不信佛的喔 因為他說嘛 六道眾生做人的 只是手上這些土而已 沒有做人的 像大地的土 那麼多 那他還講 那麼大地 這個人裡面 人裡面 人裡面 那麼 信佛 學佛的 相信佛法 就像我手上的土這樣 不信佛的 像大地圖的那麼多 有的甚至沒有佛法 北基督都沒有佛法 所以你看 假設佛手上的土 我們是有形的眾生 他這樣講了很多層喔 我們是有形的眾生 那麼佛陀手上的這些土 佛陀手上的土又有粗有細 假設這樣來看 那粗的沒有多久都掉下去了 甚至要細的 那這些細的土 我們沒有掉下去 我們還在佛陀 一直在佛陀的手上 是有形的眾生 而且我們是人 人裡面又有分信法 信佛不信佛 那麼信佛的人 信佛的人 就像佛陀手上這些土裡面 有一些是金沙 有一些是泥土 那泥土又洗掉了 只剩下金沙 我們是佛陀手上那一些 閃閃發亮的金沙 真的 這個事不知道在第幾經 你們要回去查一下 應該就是 就是爪上土 跟大地土的分別 那你想想 佛陀偶爾在這個地方 才抓起手上這些土而已 但是 你看佛法 佛陀偶爾出現在這個世間 一大節很長的時間 不是常常有 不是常常有佛 那你出生的時候 或是你在的時候 是沒有佛法的 是佛不出現的 你也不知道佛法 你也遇不見佛 你身在邪賤家 這叫三土八爛嘛 你如果是三土八爛 叫三二道 那麼身在邊地 沒有佛法的地方 有佛法的地方 你沒遇見佛 遇見佛 你不信佛 你為什麼不信 事智變衝啊 自以為是啊 你也不信佛啊 那麼這些人是非常多的 但是 這些三土八爛 都不是在說我們 那是多難得啊 真的 那你說你不能成佛 你已經在 你已經是佛陀手上 這一些閃閃發亮的精神 你說你不能 你不能成就 那那一些佛陀 大地裡面的 一大堆的 不重要的 你說你煩惱中 那那一些 煩惱中 你夜障中 你沒有智慧 你不會 那那一些呢 那一些怎麼會 他更遠啊 他什麼時候可以遇見佛法 第一個 他什麼時候可以做人 第二個 你看 佛陀有一天看見一隻鴿子 他說 阿南啊你知道嗎 這是鴿子 七佛以來還在做鴿子 七尊佛過去了 他還在做鴿子 但是 我們已經脫離那個狀況了 不管你幾歲喔 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 讀書是 有讀書沒讀書 有識字沒識字 我告訴你 你今天能夠遇見佛法 金剛經講的 真的不是一佛二佛 三四佛 我中三根 這個後來我越學佛 我越相信 真的 你看越多經典 你會越相信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啊 你就有一天 在正覺院這邊 就走啊走啊 就想著這句話 你會越想越高興 啊 真的 真的我會騙你 真的是這樣 那你會發現到 今天先不管我是怎麼樣一個人 我對佛法的理解 理解到多少 我的修行 修行到什麼程度 但當我可以做人 學習佛法 相信佛法這件事 就是 我就超越很多不信法的科學家 不信佛的外道 是不是 是啊 就儘管他怎麼再聰明 但是他就不信 他就沒有遇到 可是我就遇到了 我就相信了 那你說你沒有智慧 那我問你那什麼叫做智慧 怎麼樣才算有智慧 你能夠學習佛法相信佛法 這個是第一個大智慧 真的 你以為 你以為所謂你讀很多書 然後看很多事 然後你就會相信佛法 沒有 四字變衝 那個是錯誤的智慧 那只是世間的智慧 他自以為是 但是他不相信佛法 他即使看了很多佛法 有道理 但是他還是不信 可是就算你不知道很多道理 你看了 你相信 那你以為要相信那麼容易 沒有 我告訴你 真的還不是那麼容易 你還沒有一些善根 沒有過去修習的一些福報 沒有一些智慧 你還真信不了信不到 當然相信後面還有很多事要做 相信要是什麼 要去理解 理解之後要什麼 要去實踐修行 就信解行政嗎 我們昨天講的嗎 要這樣 那越往裡面越少 可是 我們雖然還沒走到後面那一步 但是我們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 大家要有信心 不要講 不要老是覺得自己沒辦法 自己做不到 發菩提信是可以發 但是要成佛好像沒那麼容易 當然不容易啊 容易還要發怨 不容易才要發怨 堅定自己的信心 我決定可以 我說可以這件事 不是我自以為是認為的 是佛陀都這樣說的 你看喔 所以 一定要記得 不要覺得 我不行 沒有不行這件事 我常常也舉奴家講的 就是 你人人一隻幾百隻 人人十隻幾千隻 果能如是 雖柔必強 雖魚必鳴 這個應該也有講過 精心 人人 那你是可以的 不是不行的 人人一隻 你看有一些人 蛇利佛只聽見 我有時候也常常在想 我還是把它寫完 我每次都想一想就沒有寫 人人一隻幾百隻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發菩提心 以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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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亡為己任 不是以國家心亡 以佛法心亡為己任 人人一隻幾百隻 人人十隻幾千隻 果能如是 雖魚必鳴 雖柔必強 好 我有時候 久的時候在想 蛇利佛沒有見到佛 只聽到馬聖比丘 跟他講一個技而已 蛇利佛 看見馬聖比丘的威宜非常好 馬聖比丘的威宜第一 如果他當初看到的是我 他就不會問 威宜不太好 他就問馬聖比丘 這個人威宜那麼好 舉止非常安詳 你沒有相當的功夫做不到這個樣子 他說這個人一定有 有功夫 修正一定是很厲害 那麼他們喜歡問 你跟誰學的 學了些什麼 印度人是這樣嗎 眾傳承 你是跟誰學的 學了些什麼 然後就過去問他 請問尊者 你的師父是誰 他都這樣問 他說我的師父是 釋迦摩尼 他教了你什麼 那個時候馬聖比丘 無比丘之一 那麼他已經證果了 他就跟蛇利佛講 我的師父跟我講的 就是非常的多 但是我核心的跟你講 就是他的重點 重點是什麼 緣起 緣起是什麼 諸法因緣身 諸法因緣面 就講這樣而已 我們說的就是此故彼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很多了 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此無故彼無 那麼他只是講這樣 諸法因緣身 諸法因緣面 舍利佛一聽到 馬上就正出國 我有在講這件事 舍利佛一聽到這個句 就正出國 我單單不是聽 我單單講 就講了不下一千次 可是我好像沒有什麼果都沒有 那麼是不是我比較笨 不是這種東西 有時候這樣想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喪氣 其實不是 不要這樣講 你要往另外一個方面想 阿難在佛身邊二十五年 他聽得最多 但是他也沒有馬上就把煩惱都斷進 所以這個有些是你要不斷不斷累積的 舍利佛過去有累積的 但是你已經在這個路上 人一變 舍利佛聽一變就正了 我們沒辦法反覆想 反覆聽說要受受思維就這樣 你沒有一心去思維他 所以心沒有力量 雖然有去思維他 但是你過去的雜質太多 所以你要常常一心思維 所以我們說如理 雲起就是如理 如理思維 專精如理思維 碩碩專精如理思維 其實是這樣 那麼你要常常這樣 那麼人 人家一變就會了 沒關係 我一百變 我修一百變 人家十變不會 沒關係 我十變不會 我十變不會 不要說二十變 兩百變 我修兩千變 我修一千變 人家十變就會的 我修一千變 人家一變就會的 我修一百變 我修一百變 就是要有那種魄力 就是決心 成佛也是要有決心 然後要認知 但是其實 跟所有的眾生比起來 跟所有的眾生比起來 我成佛的機率 是比他們大非常多的 其他的眾生如果是百分之一 我們大概是十分之一 還在前面 他們已經是 他們單單你看 其他的眾生單單要做人 你看那一隻佛頭說的那隻鴿子 在佛頭成佛的時候 前面七佛以來 他都是鴿子 到佛頭成佛 滅了他現在還是鴿子 那你呢 你是 你已經超越了 超越了他的境界 那你以為這是自然而然的嗎 沒有 你修醒來的 你超越了他的境界 你超越了他 那麼多人佛陀時代在捨為國的 我常常講這樣 捨為國佛陀就佛陀兩千五百年 出生在加皮羅為國 但是他大部分時間在捨為城 四十五年大概有將近二十年 據統計 都是在捨為城 你看喔 因為佛頭說法是去嘛 那主要是兩個地方 也可以說三個地方 王舍城 捨為城 跟維摩姐巨師的那個叫做什麼城 屁舍離 就三個地方是最主要的 王舍城 屁舍離 跟捨為城 那王舍城跟捨立城 捨為城是最主要的 然後捨為城又是最主要的 大概就這樣 如果要講三個地方 就加上屁舍離 如果兩個地方就是王舍城跟捨為城 那王舍城跟捨為城的國王王后 都是佛陀的大戶王 摩羯托國跟喬撒羅威國 這個大家順便講一下 當大家有概念 摩羯托國的 有些東西就是 常常說 常常說 你常常記 常常聽 那麼你就很熟了 摩羯托國 摩羯托國 跟喬撒羅國 主要是這兩個地方 摩羯托國的首都叫做王舍城 喬撒羅國的首都叫做捨為城 但是我們都把它叫做捨為國 其實它就是捨為城 它其實是喬撒羅國捨為城 但我們習慣叫捨為國 那麼王舍城 王舍城的國王 王舍城的國王是誰 品婆摩羯托國王 跟皇后是誰 韋提西 就品婆摩羯跟韋提西 這佛陀的大戶王 品婆摩羯 關無量壽清的主角韋提西 那首位城 國王王是誰 波斯妮跟誰 很有名的三女人 莫莉夫人 波斯妮 莫莉夫人有一個女人 女孩叫做聖曼 波斯妮 波斯妮跟莫莉 波斯妮這個王非常厲害 非常有智慧 莫莉夫人 那麼佛陀大部分的時間 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這兩個地方 都在這兩個地方 45年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這兩個地方 首位城應該就是有 我忘記了大概我們講二十年好了 應該有十幾年 或是到二十年這個中間 那麼大部分時間在這個地方 你看佛陀 而且不是佛陀在那個地方 佛陀旁邊有幾萬個阿羅漢 舍利弗目前阿拉非常多都是在舍利弗陀旁 單單最初期捨位城就有一千兩百五十個人 藏隨眾 一千多個 今天不要講一千多個 今天只要五個阿羅漢 在台灣 我看我們大家就 就不是這樣了 有一個阿羅漢不要說有一個阿拉 有一個神通的 大家都追著跑了 你看以前有一個這個誰阿 廣青老和尚 廣青老和尚 廣青老和尚還在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後來我們要去六歸那個叫做什麼寺 廟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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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土城那個是另外一個 城天寺寺是另外一個 廟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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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通寺你要知道去廟通寺的教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 很早期三十幾年前 那個公車 經過那個山 我就坐過 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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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椎比較不好的,摳到那邊就斷掉了 那個公車那個窗戶比較沒那麼好 然後窗戶都打開的 然後旁邊都是泥土路 那個灰塵啊 你如果是... 臉是白的,去那邊臉都變黑的,全部灰塵啊 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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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邊,很辛苦 他是非常多人去 廣經老頭上,他有鎮量嘛 那如果今天我們台灣有五個阿羅漢,那你了不起啦 今天禁捷宴如果出了一個阿羅漢,我看這個也了不起啦 捨卫城有至少一開始喔,有一千兩百多個耶 而且很多地方,很多不在那裡,很多是出去的 但是單單捨卫城就一千多個阿羅漢 二國三國的都還不用講喔 出國二國三國不用講,單單是阿羅漢 而且都是三明六通的阿羅漢 還不是會解脫的喔,三明六通的喔 有神通的喔,你看 就算是這樣也沒有 大家都學佛 所以你以為你學佛他容易喔 我告訴你不容易啊 捨卫城,捨卫城有九十萬人 我常常講這樣,捨卫城 經典中說九億啊 九億其實就是九十萬啊 一個大都市九十萬差不多了 就九十萬人 你看喔,佛陀二十幾年在捨卫城 他那麼長時間在那裡 你 你還不知道有佛 知道有佛,還不知道要來親近佛 我告訴你沒有,三分之一學佛而已 就是三分之一信佛而已啊 三分之一很多了耶 台灣佛教這麼興盛,道場那麼多 我告訴你,都沒有三分之一學佛啊 信的都是罵祖比較多啊 然後信王爺比較多啊 真的啊 道教的比較多啊 佛教徒其實沒有那麼多 台灣的佛教徒 全部加起來 我看也不會超過 大概兩百萬三百萬不會超過 台灣有兩千七百萬 那麼,不多啦,其實不多 那這些學的其實就是包括很多 很多其實 比較雜的,還不是正信的 那麼你看,捨卫城 佛陀在那邊那麼久 旁邊都是阿羅漢 威名賢賀 有一些人沒見過佛 三分之一沒見過佛 三分之一見過 見佛聽法 那麼,三分之一雖然見過佛 不信佛 聽過佛說法,他也不信 六四外交也都不信啊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舍利佛目見人 舍利佛目見人 聽見佛法 就轉到佛陀那邊去了嗎 他感恩 舍利佛是一個很感恩的人 他感恩佛陀 他也感恩馬聖比丘 那麼,他也感恩他的師父 他的師父是誰 善若宜 對 他的師父是善若宜 那麼,他也忽念他 一起跟在山洛宜那邊修學的師兄弟 所以他得到了這麼好的東西 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穆建蓮 穆建蓮跟他非常好 一起發願修行的嘛 那穆建蓮 因為跟他很姻緣好 穆建蓮也信了 那麼,這兩個人又回去要度他的師父 他的師父 不信 你以為他聰不聰明 聰明啊 能夠做一教的教主 也要很聰明耶 你以為那些來跟他出家的 都是頭腦壞掉 沒有啊 沒有相當的能力 你以為那麼多人要跟他出家 沒有啊,不是啊 他也讀很多書啊 他也會思考啊 但是 他兩個徒弟 都很聰明的徒弟來跟他講 佛法也多好 現在 釋迦摩尼佛多好 就希達多 陳佛之多 怎樣怎樣 非常好 他應該也有跟他講緣起 應該講佛法說的道具啊 他聽了沒感覺 他不相信 他也不願意 如果當時願意 他現在也可能是阿羅漢的 解脫的 你看 所以 舍利佛的師父不信佛 你們信不信 信啊 你們比他厲害耶 你真的這樣想就真的是這樣耶 你以為哦 你舍利佛的師父現在在哪裡 他下一次要遇見佛要什麼時候 我告訴你很難說 很難說啊 他下一次要聽見佛法 在什麼時候 我告訴你還不知道 你 已經信了 而且聽了那麼多 這個種子非常的多 你不是比他殊勝而已 而且你要知道 善若宜底下很多弟子都用功修行的耶 你還比他們殊勝 佛陀時代那些苦行外道 每一個都很用功耶 出家修行很多年耶 拋棄財產 拋棄 拋棄什麼家 七支拋棄 拋棄什麼 什麼都不要 只要修行 也沒有你殊勝 為什麼 他們不信佛 是不是 你好好想這個問題 想不清楚 等一下下課的時候 這進捷院繞一圈一邊走一邊想 你就會一邊笑 我跟你說你跟真的 真的是這樣 我有時候常常想這個問題 想一想想就有信心 本來就是這樣 後來就這樣 你不要說我年紀大了 我不懂智 我不是智 這些都不是問題 很多不是智的都正在樓暗了 我告訴你 你有思想 你會想 你會思考 這個最重要 所以 不要說自己沒有辦法成佛 說自己沒有辦法成佛 這是最大的愚痴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講到哪裡 講到這裡 因為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每一個人都是 好像沒有什麼信心這樣 尤其是中國佛教徒 很多都是這樣 長得都是大秤 實際上 什麼秤都沒有 就是 秤就是方法 就是車 從這裡到那裡的車 告訴你 你坐著這個車 然後 依著這個車 騎著這個車 騎著這個車 就可以到那裡 基本上是可以的 但是你就是不願意 現在我們就依著佛法修行 就這樣 那時常要給自己信心 我常常講 學習佛法就兩件事而已 相信佛法 相信自己 佛說的確實是這樣 那相信從理解來 信解形成 從理解來 越理解越相信 對佛法越理解越相信 越相信越深入理解 其實就是這樣 等到你正乎生法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再退傳 你絕對不會不相信 因為真的就是這樣 這個是對佛法這一部分 對自己也是這樣 你看經典你就知道 佛是這樣說的 真的是這樣 人生難得 佛法難穩 那麼確實是這樣 那麼你慢慢去發現到 自己在修學佛法這件事 不要去跟別人比 跟那一些還不是人的比 還沒有 是人還沒有學習佛法的比 學習佛法還半信半疑的比 我告訴你 他們都看不到你的車尾燈 真的 你這樣想就開始會相信自己 相信之後才有力量去學習 才會努力去學習 為什麼 你再想一想 我們的家族裡面 你認識的人裡面 你哥哥 你爸爸 你姨姨 你姨姨 你認識的人 這些人裡面 有幾個學佛 有的人當然比較殊贈 全家學佛 但是多數的人都是 只有你一個 或是只有一兩個 你所周遭 你所認識的人 回家寫一個名單 試試看 所有認識的人都把他寫起來 學佛把它勾起來 不會超過十分之一 真的 包括你的同事 包括你認識的 當然你不要多是寫經訣言認識的 這些人 每一個人都把學佛 所以說你的家族裡面 你的家族裡面 那你給他想 沒有那麼多 你周遭的鄰居 這邊看 那邊看 你家住在哪裡 鄰居有幾家 這一圈有幾個人 幾個人學佛 佛法這麼興盛 這些也不太學佛的 不太相信 甚至我會告訴你 你不要太迷了 我們學佛的不是迷 叫做絕 佛弟子 不學佛的才是迷 迷在哪裡 迷在世間 迷在什麼 迷在對自己的迷思 我見我愛 學佛的就是不要迷 可是他們世間人不知道 你學佛學到那麼虔誠 太迷信了 真正的迷信是你們 我們不跟他變這些 但是你要知道 不容易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你真的要相信佛法 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 那麼不容易 我做到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 方便大 那剝了到 誤無身法人 基本上 怎麼樣能夠誤無身法人 無身法 基本上他就是這樣 生滅法 無身法就是不生不滅法 就不會再生了 那不生就不滅 就我們講生死 有生就有死 要不死除非不生 那麼法裡面有所謂的生住意滅 生滅生滅 那麼一切的法都叫做有違法 有違法有事項 叫做生住意滅 這個也跟大家講過了 不過我們沒關係 就是有時候講 就從 多講幾次很多東西就熟了 熟了之後 你隨時想到 就隨時 喔 這樣是這樣 這樣是那樣 那很容易就理解了 有違法他就是生住意滅 無違法他不是緣起的 他不生不滅 涅槃 那麼基本上 你 誤無身法 基本上就是誤到什麼 無我 那麼 之所以有饒死有生滅 是因為有我 那所以 剛開始的階段都在剝羅道 誤無身了 可是第一個階段就有問題 為什麼 無違法裡面 所以淨高精講嘛 一切學生就有無違法有差別 就是無身 無身法 那麼主要 無身法主要的 就是你要不生 你要不死 除非不生 那麼你之所以會生 生的前面是什麼 有 有的前面是什麼 愛 愛的最前面是什麼 無明 就我們剛才講的 無明太太 那麼這個關鍵就是 有我跟無我 所以你在這個人 無我法無我裡面 你沒有認清楚的話 你不可能證無身人 第一個階段沒有 第一個階段你要利他 你要利他 利不來 為什麼 你給眾生的佛法是錯誤的 你告訴眾生的解脫道 實際上不能解脫 就變成這樣 所以他這個地方很重要 那麼物無身法人之後 就莊嚴國土 承舍眾生 當然我們說過 這個是重在偏重 他不是只有自利沒有利他 不是 是偏重在自利 就好像戒定位 我們偏重在戒 偏重在定 偏重在會 不是只修戒不修定位 只修定不修戒位 只修會不修戒定 不是這樣 是偏重 那所以 所以 到了你證無身法人的時候 那麼莊嚴國土 承舍眾生 那莊嚴國土就是 莊嚴國土主要就是 讓你所在的地方 他有兩個 一個就是讓你所在的地方變莊嚴 所謂的莊嚴就是眾生 都是善業 煩惱都是少的 這個才是真莊嚴 因為證報跟依報 那麼 所以 那麼眾生怎麼樣才可以煩惱減少 善業增加 諸若莫受眾善奉行 這件事情 要佛法 其實是這樣 所以 這個是 所謂菩薩道的一個內涵 那我們講到這裡 再來看 回口再來看 所以 你會知道為什麼 波勒經要這樣講 後五百歲 後五百歲 這裡講到 後五百歲 佛滅後五百歲 這個是波勒經出現的時代 初期大盛興起的時候 那並不是 不是說 佛滅後五百歲 這裡要講 他有講 佛滅後五百歲 分為兩步 分為二分 佛滅後五百歲 分為二分 就分為兩步 一般我們所知道的是 比如說 兩大步 上座步跟 上座步跟大中步 這個不是五百歲分的 他說後五百歲是指出其大聖 就是波羅經流行那個時代 但是部派開始分裂應該是佛沒有兩百年 一百年到兩百年就開始分了 開始分部 為什麼會分呢 主要是因為 一開始是因為對於佛規定的介律看法不一樣 後來就是對於佛法的理解不一樣 就分了 那麼分為二分 二分就是兩部 那麼有性法空 有的就是分就兩個不同的部派 有性法空 所以我們說一切法空 一切法無自信 一切法無我 其實它是等同的概念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 因為問題就在這裡 有性法空 有但信眾生空 這個就是什麼 部派 聲文部派 這個是一般來講 有些是我們叫大乘 或是比如說比較偏 偏 它也算是一個部派 但是相信的 比較相信這個法空的 像波羅經這個 如果它是另外一部的話 那麼就是它是性的 它認為這樣才是無我 有但信 眾生空 就是這兩個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法無我 後來波羅經不斷強調這個概念就是這樣 法無我 這個是人無我 那 言 但信眾生空 就這麼說 言 武衆是定有法 他這麼說 武衆是定有法 定有法就是有自信 武衆就是武運 九末羅斯都翻武衆 玄杖都是翻武運 之前的人 之前的人翻武運 武衆 還有一個叫做武聖運 武衆 武衆 有三種方法 那武衆 九末羅斯雖然翻的都是比較流行的 但是一般後來都依玄杖的 叫做武運 言武衆 是定有法 是決定有的 那不是說無我嗎 為什麼武衆還定有法 你看眾生 眾生 我向人向眾生向受者向 我人 眾生受者 命者 受命 受者命者 這等等等等 總共有十六種說法 那麼這些都是同一個概念 就是 從這個生命個體 從不同的角度 去說這個人 說這個生命個體 我自我的認知 人 我們都是人 那麼有的不是人 但是他也是生命 但是從我們現在的狀態來講 是眾生 六道眾生裡面之一 然後是人中的一個 然後我是自我的認知的 我人眾生受者 命都是有命 有受命 有受有命 有命根 那麼有一定的生長期間 從生到死 都有一定 所有眾生都這樣 那麼 後面知者見者 這個上次也跟大家講過 那麼受者 死見者 反正就非常多 總共有十六個人 那麼他這裡講 但現眾生空 就是 這些底下 依人來講 依人來講 色受想行事 他不是一個的 比如說色 這個皮肉血骨組合起來的 他也不是只有一個 那麼但是分到最後 有那個極為持有 那麼色受想行事 合合成的我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眾生空 但信眾生空 就是說 這一些合合的我 是沒有的 但是這一依法 是有自信的 有的 有自信 所以言五眾是定有法 決定有實有 是實有法 就是有自信 實有法 這個是非實有的 就是五眾合合的這個是非實有的 但是合合成五眾的這個依法是實有的 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來了 主要是這樣的問題 好 那麼因為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要發那麼多時間 那麼多精神 去理解這個 去抉擇這個 我們說 波羅金斯抉擇無我的聖身意 因為你這個沒有弄清楚 你解脫就不可能 為什麼 你有我職 你就不能得解脫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一個概念 就阿羅漢 要講還沒講到這個 剛好就順便講 那麼 他講到 聖文法 我們會把它等同是阿羅漢 那就變成 因為以前我們學佛羅說也這麼說 就是說阿羅漢只證我空不證法空 錯的 阿羅漢是解脫的 如果他只證我空不證法空 那麼他不能得解脫 他不是阿羅漢 證我空的一定知道法空 證法空的 我空有的人 有的人 這個是有的人 就是說有的人 證 你不能說他只證我空不證法空 因為我空就是法空 那麼有些人 有些人只信我空不信法空 但是 那你說 因為他只信我空不信法空 所以他只證我空不信法空 不證法空沒有 我空就是法空 當你真正證得我空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一切法無自信 那麼你不可能只證我空不證法空 但是我們後來就把 把這個等同生文法 生文法等同阿羅漢 那就變成那有些生文嗎 有些生文就是佛派 他言五重是定有法 那麼但是但信眾生空就是我空 不信法空 那就定有法 那我空法空的問題 所以佛教有主要的很明顯的兩個錯誤 一個就是 阿羅漢只證我空不證法空 然後說阿羅漢比較自私 這個都錯了 阿羅漢無我怎麼會自私 都無我了怎麼會自私 他只是沒有菩薩的大悲心 他不是自私 你說阿羅漢比較自私 我告訴你這個是毀謗聖者 自私就是有我嘛 專為自己想 阿羅漢都沒有自己的 他哪來的自私 這個是錯的 所以以後要改過來不要這樣講 那麼要說真自私 我們比較自私 那麼阿羅漢是不會自私的 甚至真的出國都不太自私了 真的出國還有我 但是他已經斷我 主要的我見 那麼他都不太會自私了 他為了佛法為了眾生都可以捨 捨他的身體捨他的財產都可以的 基本上是可以的 那麼如果還沒他就會比較顧自己 比較保護自己 比較想到自己 真的出國的這一部分就比較沒有 但不是完全沒有 出國還有貪真吃啊 他斷了我見是 是分別我見而已 根本我見的還沒斷 但是那個一定會斷 那凡夫沒有斷的那個就比較自私 就是凡事先想到自己 先保護自己 好的先給自己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那麼即使在會傷害別人的狀態下 也要先保護自己 這個就是自私的表現 這個就是我愛我見的根源 好 那麼 想到自己之後 想到自己的家人 就一下不動不動擴大 那麼修行的話就是 你要先斷除這個我見 不是叫你不要保護自己 不要只是想到自己 只是保護自己 而且要想到其他的人 要保護其他的人 那麼類似像怎樣 那麼我們是剛才說過 有兩個錯誤 一個就是認為 阿羅漢只證我空不證法空 這個是錯的 第二個阿羅漢比較自私 阿羅漢不自私 因為阿羅漢已經斷煩惱了 已經無我了 還有一個就是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就變成是 聲文 我們有聲文元解菩薩 聲文見四地 元解見元起 這個也是錯的 聲文跟元解 都是見四地 也都見元起 為什麼 四地就是元起 元起就是四地 那麼這個要知道 那麼這個是 我們學習佛法 讀這些書有時候 比較容易有的錯誤的觀念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 也是這樣錯誤 然後我看看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那這裡講到 言武縱是定有法 在後面加油 但受無縱則空 但受就是但接受了 只是認定 色受想形是何有的 我是沒有的 但是色受想形是 這個法 依法是實有的 我們如果還不是很清楚 沒關係 我們先大概知道了就好 很多東西不用很清楚 不是說不用很清楚 不用一開始就很清楚了 有一些清楚是 你慢慢學慢慢學 越學越清楚的 你沒有辦法 我們不是像舍利佛 舍利佛也是過多森累節有學習的 一聽到就非常清楚 沒有 像我對佛法開始清楚 也是 我在服演十七年 讀九年 教九年 那麼現在在外面 至少教書教了十年 那我不斷在看書 不斷在教書 不斷在講 我才開始慢慢很熟 還是對佛法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 但是有一些人 過去中就有術士會了 他不用這樣 我們就說過 人人一隻幾百隻 我們就努力學 不懂就要學 要努力學 學就要把它學會 不懂就要問 不懂你就要問 有疑問你就要問 問就要把他問明白 你就要把他問明白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問明白了就想清楚 想清楚了 那麼就努力去實踐 那麼你就會得到 這個是很重要的 他說但受 無縱則空 只接受 只認為 無縱則 就是這個我們說的 我們說的這個 社會講義就是合適的這個 這個縱深 我能縱深受者 這個是沒有的 但是你要知道 深空 你真的知道深空 眾生空了 就是這些人他不清楚 真的眾生空 那麼就是 法就空 眾生的這個 武衆的這個法 叫做空 所以深空故 法空 法空故 深空 沒有那個深空法不空 法空不深空 深空法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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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你的錯誤 直取 那個是你錯誤認知 你以為深空法不空 實際上 深空故法空 法空故深空 所以沒有那一種 阿羅漢 這個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書上還這麼寫 阿羅漢 只證人無我 不證法無我 佛菩薩才證法無我 法空 不對這樣 波羅經也不是這麼說 龍術菩薩也不是這麼說 大聖 大聖的比較 終極者 就是集合 集合這些大聖的教理 基本上就是龍術 龍術都不這麼說 那你卻說 大聖證法空 小聖證瓦空 不對 小聖 那個是指 一些深文學者 他們的這樣的觀念是錯的 波羅經也只在釐清這樣的觀念 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 這個是講到 深空法空這個觀念 有一些人他不知道 他接受了這樣錯誤的觀念 一直強調 阿羅漢是證人無我 那麼佛證 菩薩是人無我 法無我 不是這樣 你說某部分的 部派的學者 部派的學者 強調 相信人無我 但是法 他相信 法是有自信的 就是這個人 就是這個人 合和的這個人沒有自信 就是我 但是法是有自信的 他們是這樣想的 他們也是這樣講 但這樣講是錯的 我們不要以額穿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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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講到五韻 另外講到所謂的十二處 這個只是五韻 為什麼會這麼說 他到底都說了些什麼 那麼他的背後 是因為什麼他才這麼想的 就是當時的人 是這麼認為的 那麼這些觀念 有時候一直傳傳到現在 現在有些人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你就讀書嘛 然後上面有人跟你講 然後講一講 你就這樣記起來 阿羅漢證人無我 那沒有證法無我 這樣是不對的 這個聲文見四弟 這個批之佛見緣起 你就把四弟跟緣起分開了 四弟跟緣起不一樣 那麼聲文的智慧比較鈍 所以見四弟 緣結的智慧比較利 所以見緣起 不對 四弟就是緣起 所以有一些觀念 我們要先釐清 就好像波羅漢證在抉擇 無我的聖聖地 我們要抉擇佛法的真實意 一樣的道理 另外 大制度論卷31 剛才那個是卷35 席相應品裡面的 剛才我們寫那個是 卷35 我們有寫到 現在寫 卷35 剛才那個席相應品寫的是 五運無我 現在寫的是十二處無我 卷 卷31 這個都是大制度論 他說 信空有兩種 這些名詞我們都要知道 所謂的信空 信空 這個信指的是什麼 對 信空 信指的是自信 因為這些都是名詞 但我們有時候 不理解的時候有時候就誤會 這個信指的是自信 是什麼自信 諸法的自信 法的自信 那法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的自信 有時候叫諸法 那自信是什麼意思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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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恆常獨一自主 它本來就這樣的 它不會改變的 恆常獨一自主 其實我們 我的概念 自主 主要就是這樣 那麼 它就是實在的概念 實有法 決定有的實在 不會被改變的概念 這種觀念在六四外道裡面 有一些東西它都是這樣 好 那麼這個空是指什麼 就是否定 它否定 它其實就是無我 它就是無我 要說是沒有 無自信 所以信空其實就是無自信 那麼這個自信是一切法的自信 叫做法信 那麼無自信 所以諸法無自信 一切法無自信 那一切法空 一切法信空 一切法無自信空 其實都講的同一件事 一切法必敬空 那麼我們來講這個 好 它說信空 有兩種 這個我們多想幾次 多講幾次 漸漸漸漸 不守的也會守的 就好像人一樣嗎 你第一次看見我還不守嗎 我來講個幾次漸漸就守了嗎 對不對 就是了解嗎 大概知道這個法師長怎麼樣 這個法師大概怎麼樣 大概知道 然後漸漸漸漸就慢慢慢慢 一樣 我們對佛法也是這樣 所以要常聽 多聞訓情就是這樣 常聽常想 那麼信空有兩種 一者 它分兩個 就剛才那個也分兩個 人空法空 就是分成兩部分 於十二路中 無我無我所 剛才那個是講五印 現在這個是講十二處 路中 無我無我所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人無我無我無法的分別 第二者 二者 十二路 自向 好 現在自向其實就是自信 有時候從相上說 有時候從信上說 相是什麼 相就是外相 信是什麼 信是體性 那麼一個東西一定有信有相 那有作用 通常都是講三個 但是佛法最常見是講兩個 就是信跟相 法 法信跟法相 那有時候我們會把佛法 比如說波羅經的 它叫做法信中 那麼為式的叫做法相中 有沒有 法信跟法相 那麼就是從它的外相表相來說 那麼一個東西它一定有分這兩個 就是它外在顯示的 比如說人 人一定有人相 那人 什麼叫做人 人跟其他動物的差別 那個就是性 人性 貓有貓性 人有人相 貓有貓相 它那個相跟性一定是不一樣 那每一個人都是人 男的跟女的 他那個相又不一樣 但都是人 但是他內在的那個性 也不太一樣 但都是人 那麼這個又不一樣 通常 通常哲學家又多一個 叫做體 不是 叫做用 它的作用 叫做體相用 那這個其實就是體 有時候要體性 這個就是表相 外相表相 然後用 一般來講 哲學裡面都有一個作用 有時候叫體相用 體相用 那佛法裡面 比較常見的就是性跟相 那有時候講自性 有時候講自相 有時候講法性 有時候講法相 那都是其實一樣 五韻的時候講的是性 那這裡講的是相 那性空 相空 都是一樣的空 好 那這個我們先了解一下 所以它這裡講 十二路 十二路 相 不是 不是自相 十二路相 至空 十二路的相 至空 它本來就空 那 無我無我所 是聲文論中說 十二路中無我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 十二路相 至空 那麼 無我無我所 一樣 無我無我所 所以它的差別是什麼 你對照前面那個五韻就知道 一樣 這個是人無我 這個是法無我 那前面也是 分數兩分 五韻 五韻的這個相 前面是有性法空 有但性眾生空 性眾生空的其實就是人無我 法空的就是法無我 那麼 這個就五韻 這個是十二處 那我們說 這個我裡面 通常 從它的不同的角度說 從它的不同的角度說 分做十六種 我能眾生受者命者 受者命者 那麼後面還有很多 從這些講 主要就是講四種 我能眾生受命 那麼 就是這個眾生的個體 佛法主要分韻觸界 韻 觸界 那韻跟觸是最常說的 你看扎阿涵也是這樣 五韻六處 那六處分內六處外六處 五韻六處 那戒系也是十八戒 那十八戒後來簡稱成六戒 簡稱成六戒 地水火風空式 那這個韻觸界 其實就是我 從它的內在去做歸類的 那麼五韻色受想形式 六處有內六處外六處 因為我們認識境界 基本上就是一六處 眼睛看到這個境界 耳朵聽到這個聲音 鼻子聞到這個味道 有些人對某些味道就受不了 有些人聞到榴槤就想吐 有些人聞到榴槤的味道就想吃 就不一樣 那麼至於說 每個人對境界不一樣 有些人看到那個人就討厭 有些人看到那個人就喜歡 有些人看到那個東西就怕 有些人看到那個東西就愛 那麼這一些愛症都是在感官面對境界升起的 所以這個部分佛陀講的非常多 那五韻簡單就是做色受想形式 那這一部分是比較複雜 就是內六處眼耳鼻者生意 外六處色身相異觸法 那麼前面是講五韻 五韻空 輪空法空 現在講到六處的輪空法空 那麼這個就是新經講的 五眼耳鼻者生意 無色身相異觸法 那麼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那麼眼不亦空空不亦眼 然後眼耳鼻者生意 眼即是空空即是眼 如果我們照這樣 照那個八部來 其實可以一一對 那波羅經裡面其實有這樣講 他一一講一一講 太複雜了太多了 其實都一樣 以前我讀到波羅經的時候就這樣 那麼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你後面就知道 瘦不亦空空不亦色 想不亦空空不亦想 想即是空空即是想 然後後面就眼 眼不亦空空不亦眼 眼即是空空即是眼 耳不亦空空不亦耳 後面就不用看 就一直背去背 就這樣啊 原耳鼻者生意色身相異觸法 然後十八戒後面一一空 你如果有讀過大波羅經 你就知道他就是這個樣 但是我們現在是簡要寫 那其實他就是一一法叫你去觀 那心經裡面也是 就是前面講的比較詳細 色受想情事 後面就沒有這樣講 後面就原耳鼻者生意色身相異觸法 但其實是這樣的 你把它對照起來 你如果要詳細講 他就是這樣 那麼眼不亦空空不亦眼 沿著彼者生意意不亦空空不亦意 然後後面講到色受相異觸法 法不亦空空不亦法 法即是空空即是法 我們就這樣 到十八戒 那麼一直講一直講下去 原情 無明不亦空空不亦無明 無明即是空空即是無明 他一一的體性 無明行事明是六處處所愛取有 生老病子 生不亦空空不亦生 生其是空空即是生 一樣 一樣是這樣子的 好 那這裡講到 人無我於十二路中 就是內六路處外六處 就是我們講的運處界 無我無我守 這個是人無我 十二路向至空自信空自向空 就是他本來就無我 他的體性本來就是這樣 那麼講到 十二路信無故空 十二路向至空 無我無我守 沒有 他說到 他這裡講到向跟信不一樣 不是 他後面有講 這個向跟信他把它分開了 他是說他組合合成的這個向 因為他比如說一個法 比如說這樣 這樣我們要再分別說 再這樣講 他這個設法 設法這個是向 比如說這支筆 這支筆是一個向 但是這個向也是有很多的法合合而成的 很多的極緯合合而成的 所以這個向也是無我的 但是他合合而成這個向的那個法是石油的 就好像這個桌子 他看在一個桌子的向也是無我的 但是合合而成桌子的一個木屑木屑他是有的 所以他這裡 他這裡說這個都是神文法的 這個都是人無我 這個都是人無我 就是言而彼此而生意這個向 他這裡有分開 那有些地方他是向就是信 信就是向 不過這裡看這個文好像不是 這個是向跟信分開了 我們來看 他講 十二路向至空 無我無我手 他說這個是神文法中說 所以他把這個向跟信分開說了 神文法中說 好 那麼這樣的話就變成 那麼還有所謂佛法中 摩核言法說 好 那現在就分開了 神文法跟摩核言法 摩核言我們就要大聲 摩核言法中說 說什麼呢 他說 蛇入我我所無故空 十二路 十二路我我所無 無我無我所啦 一樣是無我無我所 我所無故空 那麼十二路向不是向信 這裡就把信跟向分開了 經典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是向跟信其實是一樣的 自向空跟自信空 那麼基本上有些向跟信是一樣 他這裡分開了不一樣了 他說十二路信 眼 十二路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我們這個就是在說明前面的心經 在把它說為什麼他要這樣講 眼耳鼻舌生意 到色身香味出法 這個信 十二路信 無 就是無自信 那麼因為後面的一句話叫做 以無所得故 無所得就是無自信 無所得就是無自信 那麼這一些都是在說明 五運無自信 前面那個五運無自信 這個是十二處無自信 那麼十二路信無故空 好 那麼他會講人空就是法空 無自信就是無我 人無我就是法無我 就剛才講 他說 若無我無我所 你看這裡 這裡就無我無我所 這裡無我無我所 這裡也無我無我所 這裡也無我無我所 好 那他說 若無我無我所 如果無我無所自然得法空 所以 你不要說只證人無我 不證法無我 如果這樣講 那表示他沒有證到人無我 沒有證到人無我 自然得法空 說很難的 你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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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不是要 要不公主 我真的有 你振了阿罗汉你再来 那你不是阿罗汉 你不可能振阿罗汉吗 他都不晓得阿罗汉的定义是什么 振三国就不来了 振阿罗汉你会来 对不对 我说三国就不来了 四国哪里会来 因为他一个居士 他去到不知道哪一个地方 他有个人听说很厉害 他自称阿罗汉再来 我说这个是不懂佛法的人 才会这样讲 阿罗汉不会再来 再来的决定不是阿罗汉 只有流浪汉 三界流浪的人嘛 才会再来嘛 要不然就菩萨称愿再来的嘛 是不是 所以那个不懂 就容易被骗 那这个 这个人空法空这个观念 在那个时候特别调调 因为很多人就说 那正人无我 但不正法无我 就是他可以这么讲 正人无我 正法无我 正法有我 就是一切法 因为说一句有不合东西 不怕很多人都认为 诸法是有自信的 那么他正的人无我 也正得法有我 可是这样讲是错的 就好像你说 阿罗汉再来的一样 正阿罗汉不会再来 那么 在《波勒经》跟《大支度》里面 反复在强调这种观念 所以前面讲 身空故法空 那么他这里也讲 若无我无我所 自然得法空 你正人无我 那么一定是正法无我 你不可能说我只正人无我 但法 我正阿罗汉了 我解脱了 但是我正的人无我 但是法是有自信的 人是无自信 法有自信 人空 法不空 人无法 法有我 那你的正就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么所以 人空 他讲 若 若无我无我所 自然得法空 以人多佐我故 龙树再解释这个道理 以人 大多数 都是执着我 那你说 那既然 既然 既然 既然人空就是法空 佛陀为什么不一直讲清楚 人空 法义空 为什么要讲 只讲我空 他为什么不讲我空法空 他为什么要只讲无我 我空 那让后面的人 在那边到底是 我空 法义空 还是我空法不空 为什么 都在解释这个道理 就有点像说 那佛陀既然是 成佛跟阿罗汉不一样 成佛比较究竟 那佛陀为什么不开始 法华经就这么说吗 佛陀为什么不一开始 去大家 成佛的法门 为什么都是叫大家解脱的法门 那么 最后才跟你讲 最后才来跟你讲 解脱还不是 无上 要到阿罗汉不一样 要到阿罗汉不一样 成佛才究竟 为什么要这样 类似像这样 我们来看 以人多走无我 及我所故 以人多走 我及我所故 所以无我无我所 后来大圣就说 诸法必尽空 无我无我所 诸法必尽空 我们跟无我无我所是一起的 但是一般来讲 只是无我无我所 诸法有自信 一般的部派 部派 部派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说 诸法必尽就叫绝者无我的圣生意 所以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你看 你就多看几个 你就知道 这个叫做绝者无我的圣生意 所以 佛但说无我无我所 人多走 多直取 我及我所 所以佛但说 那刚才那个问题 佛为什么只叫大家解脱 因为在那个时代 大家都是要解脱的 都只想着要解脱 那不就告诉他怎么解脱 那如果你只是想着要升天 那不告诉你 就告诉你 真正的升天法是什么 其实就这样嘛 那你不能说 那佛 佛都告诉我们 有些跟在家继续讲 世界升天之法嘛 他不是要想解脱啊 他只讲献身幸福 跟来生幸福嘛 真上身心嘛 那你告诉他解脱 他又没有解脱 你告诉他解脱 他也异性然善 也不要修啊 你告诉我怎么幸福 这一生幸福 到死后我升到天上 又继续信服 那他告诉他正确的方法 那有些错误的方法啊 天天祷告 在那边持咒 然后天天跳到恒河里面 祈祷 那就可以升天 这个不是升天法 升天法是五戒十三 师戒升天之法 你要这样做 你才能升天 你不用跳到恒河里面 你不用跳到恒河里面 一天洗三次 在那边祈祷 天天在那边念那个废头巾 念那个咒 然后就可以升天 不行 就是当时有很多错误的修行方法啦 错误的观念啦 那你想升天 他不告诉你怎么升真升天 他也不会跟你讲升天不究竟哦 我直接告诉你怎么成佛 他不会 我又没有解脱 我只想过幸福快乐日子 好我告诉你 真正幸福快乐日子要怎么过 那一些佛陀那个时代都是要解脱的 苦行外道啦 那些六四外道都是要解脱的 婆罗门都是想升天的 沙门婆罗门嘛 他就主要是这样嘛 沙门婆罗门是想升天的 那婆罗门是想升天的 沙门是想解脱的 那不就告诉他升天法解脱法 但是其实佛陀自己本身成佛 跟阿罗汉不一样 所以后来就有一些 比较有菩提心的 那么慢慢慢慢就 就是说真正究竟 像陈伯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学了所谓的大称 摩护眼就是这样啦 那佛诞说 无我无我所 如是应当之 但是这样你就应当要之 一切法空 若我 若我 我所 这个就是人无我 人空一定法空 不可能 不可能 人空法不空 这是不可能 若我我所 善不左 假设你真的无我无我所 你都不执取啦 那其他的哪里会执取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我跟我所嘛 何况于法 何况于法 所以其他的 你就不会再执取啦 如果你会执取 那么 你就一定会执取我我所 一定会的 那么所以 以事故 这个也很重要喔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个道理 总认为阿罗汉正我空不正法空 人无我跟法无我是分开的 人无我先正人无我 后来正法无我 我告诉你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喔 当然一般人不会牵涉到这个题目来 你研究佛法才会有 但是无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就算还没正到无我 我们有一些观念要先正确 那么未来有一天 忽然间有一天 那么坐下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哪里知道 就忽然会开悟 真的我不会骗你 会有这样的 会有这样的时候 因为你常常在想 那么观念慢慢慢慢 有一天 或是你在听到之前 几年前听到这样 后来在过了 历境沧桑之后 能不能再过来听到 心静下来的时候 再听到就有不同的 就是可能会豁然开解 也有这样的情形 那好好先把它弄清楚 因为这个是很多人的错误 因为我以前就是 从这个错误中走出来的 我才知道 以前谁会去看大自治论 看的都是 那心静会常常在读 读了那么多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真的 我們現在可以就是 好好坐下來 好好想這些問題 其實 這個就是你未來成佛的資料 你要知道有多少人 沒有辦法這樣聽到佛法 信都不信了他還聽 聽是聽 有聽沒有懂 懂是懂 一半懂 一半不懂 是懂非懂 常常是這樣 但沒關係 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 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常常記得 我以前要讀小學的時候 他發一張調查表 你是什麼信仰 我都是寫佛教 我從來不知道佛是什麼 我們家拜的是王爺 可是我們認為那個就是佛教 佛教徒 其實我不是佛教徒 但是我認為那個就是佛教 所以你是佛教 你是道教 你是基督教 你是天主教 我就寫佛教 可是那個時候老師說 我連佛是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我就認為說 這個就是佛教 我是從那樣起來的 你看 那慢慢慢慢 現在的我就知道 可以跟你講什麼是佛 很清楚的跟你講什麼是佛 我們都是這樣 所以沒有關係的 我們現在能夠進到佛法裡面 那表示說 其實 我們過去已經有多眾善根了 真的是這樣 那麼何況佛法 以事故 眾生空法空 剛才有講 剛才無印那邊有講 身空故法空 法空故身空 那這裡講 身空以事故 眾生空法空 中歸一 其實是一樣的 就好像我跟大家講 似地緣起 其實講 同一件東西 那以前我學的不是這樣啊 那個佛法人教教書跟我們講 身文 比較頓根 見似地 不以知佛比較立根 見緣起 那這樣我們就會覺得 見似地之後 才能見緣起 似地跟緣起不一樣 見似地不一定能見緣起 見緣起不一定能見似地 我們會這樣覺得 會這樣認為 其實不是這樣 似地就是緣起 然後緣起就是似地 其實是這樣 那麼他為什麼會這麼講呢 其實他是說 因為畢施佛是沒有佛的時代 他自己坐在樹下 他觀察這個世間的生命 那麼理解 像釋迦佛也是這樣 釋迦佛之前哪有 釋迦佛之前哪有什麼似地 似地是佛 成佛之後告訴你 這個解脫的次地 才有四地的嗎 但是緣起 世間生滅 此有故彼有 這個你觀察就會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釋迦佛在浦迪佛 是見緣起的 那麼觀世間的生滅 所以畢施佛 我看樹葉掉下來 然後他就 他就從這個樹葉掉下來 生滅生滅當中 看到那個不生不滅 那就是看到這個緣起 世間無自信 無我這個東西 他看到了 從世間的生滅 那生滅的現象非常多啊 到處都有啊 像你喝茶喝一喝 去腦袋上也這樣 喝茶太燙 一個杯子破掉了 從一個杯子 到他摔壞掉沒有 身跟面 他也有霧嗎 一樣啊 那一個人活著 到死了 從他的生死之中 你看到這個現象 從這個生滅現象裡面 去觀察 能不能見到那個諸法無我 那麼 因為從這裡面 第一個像 看到的是什麼像 葉子掉下來 插杯摔破 虛擾上是插杯摔破開悟的 那麼 蓮子大師或是 包括這個運順導師 為什麼要出家 都是他們家有情人往生 人的生死 葉子從樹上掉下來 茶杯從你手上摔破 不能再用了嗎 好 那麼種種的現象都有啦 很多 那麼這些叫做生滅像 那麼 這一些從有到沒有 從完整到破摧 那麼這個是什麼像 生滅像是什麼像 無常像 無常像 所以從無常再進無我 你好好想 其實就這樣 世間無常 生死無常 人命無常 所以佛陀為什麼跟佛弟子 從無常入無我 無常苦 空無我 從無常故苦 苦故無我 無常故無我 或是苦故無我 就從這一邊 從這一邊入 那重點就在無我像 當你看到這一些生滅像的時候 你會思維 那麼從這一些思維再進一步 你就正入無我 那麼先從無常像 那麼有一些人可以直接看到無我像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生滅由 比如說葉子掉下來 最常用的就是 皮脂斑在樹底下 坐在樹下 樹下最常見的就是 葉子會掉下來 那麼掉下來 你就觀察這個 這個現象 所以我常常告訴大家 要觀察現象 現象的背後那個原理 養成習慣 說不定哪一天你就開悟了 開悟了記得要來找我 我告訴你不要認為不可能 真的 不要認為不可能 真的是可能的 我以前 也不知道我會出家 也不知道 我會一直來上課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認為我會出家 真的 我也不認為 甚至我不認為我會學佛 連佛都不知道要學什麼佛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跟你的過去生學習的有關係 過去生不管有沒有 那麼今生決定有 那麼你今生這麼相信 那麼表示你過去生決定有 很簡單嘛 我講很簡單的道理 今天我跟你講話 那麼你聽得懂 而且你還跟我 會回我的話 那麼我不管你過去在哪裡讀過書 學過什麼 你肯定學過中文 而且學過這些中文 還不是學一天兩天 如果你是學一天兩天的 一年兩年的 你絕對不會我的話 你都聽得懂 而且還可以回我的話 對不對 所以我雖然不知道你過去 有沒有學過 但從這個現象看 你肯定有學過 而且不是一天兩天 如果你只是學一年兩年 你講出來的 你可能沒那麼流利 口音啊 或是你的用詞比較少 或是有一些話你可能聽不懂 一定是這樣子的嘛 從這個現象看 如果波羅經講 金剛經講 你對這個波羅人空法空 五運無我 我空法空這個觀念 你聽得相信 而且你認同 這個決定不是一天兩天的 你要知道 大比伯撒論那麼多 不是大比伯撒論 部派那麼多 都是知識豐富的人 都是知識豐富的人 讀過很多書的人 佛法都很通達 就是佛法讀的很多的人 他們都不相信 他們都不這麼認為 所以你就知道 這種東西 你現在一聽就相信 而且你覺得這樣講有道理 你已經超越他們了 就好像說捨為國 捨為國有九十萬人 有六十萬人不信佛 沒見過佛 三十萬人沒見過佛嗎 其中三十萬人見過佛 聽過佛說法 但不相信佛 只有三十萬人相信 但是相信還有分層次 相信到什麼程度 你看 捨未成 佛陀在那邊那麼多年 那麼多阿羅漢 竟然有三分之二 都不信佛 你信了 你今天信了 那麼那個兩千五百年前 跟佛生在同一個城市 常常見佛的人 至少有三十萬 那一些人 很多到現在都還不信 你有沒有比他們殊勝 有 真的 那波勒經也強到這個道理 我以前也覺得 這些好像都是在鼓勵我們的 不是 真的是這樣 我以前常常覺得 這些祖師 這些經典講的都是鼓勵我們 哇 你不一佛惡佛三佛而眾善根 人生難得佛法難聞 好像是鼓勵我們的 後來我漸漸賭 越來越深入我就發現 他不是鼓勵的 他只是實話實說 你想啊 有形的眾生跟無形的眾生 有形可見的如大地圖 無形可見的如左上圖 是不是這樣 是啊 那一瓶一二六乳幾十億的菌 這個一個瓶子的 你看那個細菌 那個是幾百萬幾百萬增長的 那他只是一塊而已啊 他就講陸地上的眾生 陸地上的眾生 如左上圖 海裡面的眾生如大地圖 百分之七十都是海洋啊 最深的海洋 一萬多公尺的海洋 都有生命啊 但是陸地沒有 陸地下幾尺就沒有生命了 沒有辦法存在嘛 那這個地球 這個地球 陸地的生命 這個地球的陸地 只佔百分之三十 其他百分之七十都是海洋 那你看海裡的生命有多少 你看那個魚啊 小隻的啊 那一大堆啊 那個藻類啊 那一些啊 你看那個有多少 所以陸地的生命如左上圖 海裡的生命如大地圖 是這樣子的 可見不可見的 從六道裡面得人生的如左上圖 人生 人生裡面 信佛的如左上圖 所以不容易啊 那我們來看 一樣的 這裡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讀這個東西就是 以前我們很少看這種東西啊 真的 就算你學佛啦 你讀很多書啦 你哪裡會牽涉到能空法空的觀念 而且我們的觀念就是說 阿羅漢人無我 沒有正法無我 人空法不空 錯 見四地不見緣起 錯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的 今天我們都要釐清了 佛法最重要就是把錯誤的觀念去掉 世故眾生生瓦根 終歸一義 同樣的一個道理 世民信空 這個是真正的信空 世民信空 引用的這些我都是認為 這個重要 大家需要知道 所以我才會引用來寫下來給大家 他說那為什麼不引印 發給我們看就好了 他說也這樣你記不住 那發給你 你沒有多少這張紙就拿去丟掉了 沒有用啊 以前我在讀佛學恩 你看我獎益印多少呢 沒有用都沒有用 最好就是你聽仔細聽 然後把它記起來 沒關係 那你一旦發給你紙了你就不會記了 為什麼 我回去看就好了 你回去會看嗎 不會看 這個我都知道啦 我哪裡都不知道啊 然後他就一天要發一個疊疊疊疊疊疊疊 就越疊越多資料 太多人就覺得佔空間 那要去丟掉了 都是這樣啊 你信不信 我是讀書讀過來的 我是內行人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比較會學習啦 真的啦 是為你們好 我才不發講義給你們 其實不需要講義啦 你看我說 有些沒有記起來 不然其實也不用講義啦 就這樣想這樣想 然後抄起來 你們抄起來 一面聽 一面聽 一面抄 一面想 我告訴你 你就很容易記住 就算不是記得很清楚 下次再講的時候 你又會增加印象 幾次之後你就記住了 真的 真的這個就是這樣學習的 那你看我之所以為什麼 很多東西其實我不用 你只要給我一個資料 我就可以這樣講一講 就這邊講那邊講那邊講 為什麼 很多東西是都記來的 那這些不是強記的 不是硬背的喔 我告訴你 硬背的很容易忘記喔 硬背的會忘記 你通達之後 你就不會忘記 所以你看有時候 我沒有拿資料我可以講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你很多道理 你其實 你都是慢慢在訓習 我們叫多聞訓習嘛 那我現在要跟你們培養 其實就是這樣 那所以要引用不同的 五韻的十二處 那一次一次講 一次一次講 你看那個羅後羅也是這樣 佛陀也是告訴他 你五韻 十二處 那這個緣起無我 你去跟人家講 第一個你學了五韻 然後再學一十二處 然後之後再跟人家講 然後再想 那我們當然不一定跟人家講 但是我們聽人家講也是一樣 然後再想 然後有空之後想一想 那下次再來聽人家講 然後再想 幾次以後我告訴你 那麼慢慢慢慢就好像那個香了 你天天穿著海青 在佛堂裡面點香 久了久了那個海青拿起來就有香味 你那個拿茶杯 常常泡茶泡茶 久了久了那個茶杯就有茶味 你常常這樣聽我思維佛法 久了久了你身上就有什麼味 法味 法味 真的 不然你以為是什麼味 就是法味 好 所以 如是一切法 他說 世民信空 好 那因為時間到 還有 那麼我們把這個順便講完好了 這幾分鐘好了 把這個順帶講完 這裡講到 講誰來這裡好了 他後面還有一端 他說 他是這樣說的 就是從這邊接過來 他還有一段 我覺得這一段蠻重要的 他說 姓名自有 這是龍術菩薩薩 姓名自有 自己本身就有了 不帶因緣 不會等待 因緣有的是緣起有的 這個就是有違法 不帶因緣 若帶因緣則是做法 照做的 這是做法 不明為信 諸法中皆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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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無自信的 那麼 何以故 一切有違法 皆從因緣生 所以你看一切法的身面 你可以看到緣起就是這樣 接從因緣生 有因有緣嗎 從因緣生 則是做法 若不從因緣 何而 則是無法 沒有 這是做法 那麼 若不從因緣 就沒有 從因緣 無違法 何何 若不從因緣 不從因緣生 那麼都不從因緣 何何 則是無法 無法其實就是 無違法 如是 一切諸法信不可得固 名為信空 如是 這總結 一切法 信 一切法信不可得 所以一切法空 一切法自信空 一切法無自信 一切法無我 其實這個是同樣的概念 如是 一切諸法信不可得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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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得固 明信空 這個都是在講無所得 所以後面你看 後面那個總說無所得 那麼其實都是在講這些 你看看一個無所得 其實牽涉就是前面的 總瓜 五運 十二處 十八戒 四地元起 它是一個法 一個法的概念 那麼這個是榮述在說明的 後面還有 因為我們還有時間沒關係 就慢慢說 說幾次久了 久了 我們的這個觀念 就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 好 因為時間已經到 我希望大家聽了之後 越來越有信心 越來越有法味 是法味不是法味喔 好 大家回向 好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不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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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